我們要很了解這個香港自治法 香港自治法 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 簽署行政命令之下 將它Fully Implement 有很多東西在香港 有不少人關心究竟如何去reprimant 去懲罰一些將香港的自治和民主 檢制的官員去制裁 這個包括香港的官員 鄧炳強一哥林鄭月娥 和林鄭上面的腦頂之一韓正這些 如果有些人說 見到很多的議論 真的開始制裁 特別是凍結資產這件事 其實不是說玩的 在另外一邊 究竟在林鄭或者中央那邊 她怎樣看反制的措施 她反制的意思是 她又會凍結那些人呢 其實這個所謂港版國安法 她弄了這麼大龍鳳 搞了這件事出來 究竟她是去針對那些人 在香港會是所謂的顛覆國家 政權 分裂國家 會有恐怖組織活動 諸如此類 或者是勾結外國勢力 我就有不少的朋友 是有內地背景 這些所謂的半生熟資交 共產黨員從事不同的行業 亦都有一些做金融類別的人 他們其實那個特質 跟香港人真的有些少許不同 那你視香港是一個中途站 就不是說視香港為家 那如果你說這些人 另外一個特質 就是他真的在財富方面 在財富方面是天文數字 或者是比香港人賺錢更加容易 我記得是到多久之前 是去到雷曼出事的時候 有一位仁兄他就看了我 那時還在信報寫東西 就發了一個電郵給我 說錢三想約你出來聊聊天 請教一下什麼 Anyway就跟他去聊聊天 然後他就說了很多 又說他的背景挺特別的 跟裏面某個強力部門又怎樣怎樣 接著吃東西就很美的鬚味 接著就開一支很貴的紅酒 給賣單的時候 就說是兩人吃 就是一個說五位數字的一個很簡單的 最貴當然是走那裏 走的時候我說我要回中環 就是晚一刻要那個市場開 他還有一部十分之貴的車 然後就載著我回去 它是去顯示一件事就是 他們是很有很有實力的 我相信這一類的人其實在中環是不少的 其實說中央出手的話搞港版國安法 有時候這個問號是他要去搞一些畢業的人 還是一些所謂支持民主的人 去到最後一件事就是如果特朗普通過 就是美國的國務卿有一堆的名單出來了 當然也是對的 他在說的是一堆的 就是不會多過十個 重點出擊 重點出擊 真的不是說亂說這個又凍結 那個又凍結 不應該是這樣 就要看看這個政府那裏 他又會有些什麽的取態 所以說留一手都會是幾好 大家可以知道美國就會這樣做 中國我不是在說特區政府 香港的特區政府現在做的事都沒有力的 他會有什麽去做過反制 這些就是我想我們普通人是很難去理解 就是最後那個所謂的政治信息 以及裏面背後的含意會是怎樣 當然說了這麽久 你看到現在整天晚上在我們的時間 或者早上在紐約的時間 華盛頓時間 特朗普就請了一個金法的年輕女生 就是做了一個抵抗議員 想起抵抗議員 我想起以前我們特區政府 是叮走了他的所謂白宮代理人 No matter what 現在的政治形勢是很複雜的 今天在平均一報看到那個頭版 第一樣東西就是說怎樣去制裁這些所謂 將香港的民主和自治去剝削的人 將會是幾interesting 那個結局都很難料 至於我也想在這裏說一下走資的問題 亦都有朋友問 喂 他在某些 jurisdiction 例如說是加拿大 戶口就開了 為何遲遲都沒有一個所謂的pin code寄來呢 我自己的意見就是這樣 如果一個銀行的電流給你一個帳號 正常的情況下 都會在我想是最遲最遲兩個星期內 你會收到一封信或者一個電話 告訴你你那個戶口開了 它應該會寄一個pin number給你 你才可以真的能夠開啟銀行帳戶 因為你說我就這樣給銀行帳戶你 你怎麼去核實這個帳戶是under你的呢 我相信你要cross check 很多東西 最近我收到很多不是少的 起碼有幾個電話說銀行有什麼優惠 甚至你都看到在Facebook 或者其他社交媒體 他們在賣很多所謂offshore的戶口 真的要很小心 你開了有一個電郵你收來 現在的犯法的東西或者是層出不窮 你要有一個認證碼 你認證了這個真的是你的銀行帳戶 還有你可以上網 如果你是某一些Global Bank 它有一個mechanism 可以譬如你說香港有這麼多錢 然後你連接著去海外 譬如你說舉個例子在新加坡 你在加拿大 在英國對出 Jersey Channel Island 都有戶口 它可以連接這些戶口 你逐一可以看到 不是每間銀行都可以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在走全世界打世界球的時候 這件事我相信也是重要的 至於現在到了這一刻 到了7月中的時候 我在昨晚美股開幕的時候 我一直在聽CNN 一直在聽Fox News 有很多不同的訪問 訪問了美國的國務卿 有很多的想法 現在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美國是中國不單止是競爭對手 我覺得是它升級到一個所謂的敵人 它在說幾件事 第一就是香港的問題 在美國那裡 你看到美國的媒體 如果你訪問到國務卿的層面 在說香港人在捍衛他們的自由 而極權的中國就是監製著這些自由 也美國總統下了所謂的行政命令 那個香港自治法已經被它簽署了 會有一系列的制裁的措施 包括一些敏感的科技 就不會進入香港那裡 我們要想的事情有很多 如果大家還沒留意到 如何去將資產轉移的時候 都說過有銀行 也有證券戶口 就是美股的戶口 都是做到類似的事情 一定要很liquid才行 如果你不是很liquid 那就很難的 最後剩下30秒時間 介紹一下 這裡有個新朋友在製造一隻 一隻豬 好像有很多傷口那樣 就多謝那個店主 其實我看到一些皮 連豬這些就是我在店鋪買的 店主看到香港的情形這麼壞 他找其中一個工程 就發了一個訊息來 可能看到我們這麼小的團隊 去拍了這些YouTube影片 他說這個是特別版的連豬 周身都傷了 那就多謝他